韩国电影一直都是敢拍敢演 而这部最新上映的对外秘密 再次刷新了敏感题材新高度 刚上映就拿下了韩国年度票房冠军 故事发生在1992年 韩国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撞在一起 竞争力度空前的激烈 几个财阀大佬聚在一起商议该如何保住手中的权利 他们决定利用城市开发计划先控制釜山的经济命脉 再一次拉拢更多资金来插手总统选举 然而这个时候却有人跟他们唱反调 全害羞 一个立志要改变韩国腐败现状的男人 别人都在忙着圈钱搞开发 各种画大饼让本地人卖掉手中的土地 而全海雄却说那些财阀政客都是骗人的 让大家守护好自己的土地 等他选上了国会议员就带领大家一起开发一起制服 这套说辞自然更加深入明星 也让全海雄的支持率遥遥领先 就连各方同僚都觉得他必定当选 宴会结束海雄高高兴兴地回家 却看到全家老小都被人绑了起来 原来是一群高利贷找上门 之前觉得全海雄能够当选国会议员 于是就借给了他20亿韩元用来竞选 可如今却有小道消息流出 因为海雄不听话 釜山真正的地下大佬老权 要扶持其他人 还把全海雄踢出了党派 第二天海雄就带着一肚子木火去找老权 当初不是说好的富和上尉 如今这是什么的情况 老权也不藏着掖着 他明确地告诉海雄 在韩国办事 政府和民众只能选其中一个 海雄有点不理解 自己当官了帮老百姓有错吗 不过为了保住选举 他还是求情并保证以后都听老权的 请老权看在帮他擦了多年屁股的份上 再给一次机会 但老权没给海雄机会 还顺便介绍了一下替代海雄的蒲勇之 虽然失去了党内提名的资格 但海雄不服气 为了这次竞选他倾尽所有 如今距离成功仅差一步而已 海雄用全部身家贿赂了 负责城市发展的老同学 让他帮忙盗取财阀们制定的城市开发计划书 老同学交材料的手都有点颤保 他警告海雄这东西一旦泄露 整个韩国都要翻天 甚至连他们的小命都会不保 等海雄成功当选 必须补偿他一个副市长的位置 海雄拿着计划书去找高利贷的老大盗哥 他要再借十个亿 并且保证能够十倍甚至百倍的偿还 随即拿出了计划书 政府已经确定好了开发区域 如果他们现在提前买下一些地皮 等公布开发的时候 这些地皮就会涨价百倍千倍 而海雄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参选 他就有信心赢得选举 到时候海雄成为国家主要干部 道哥的地位也会跟着谁长传高 道哥拿着计划书越看越心动 直接借了海雄二十个亿 既然决定要搞那就一步搞到位 道哥牵线又找了一个合伙人 小房地产开发商正社长 能力不怎样但凭着运气成了爆发虎 看完计划书直接宣布出资五十个亿 自此他们组成了三人团队 现在海雄要资金有资金 要人手有人手 他宣布以武党派的身份继续参加竞选 白天海雄激情高昂到处演讲八票 到了晚上 他们好像更加激情高昂 原本海雄的支持率就很高 但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他们准备了大量的信封 在每个信封里装入三万韩元 然后派发给民众拉拢更多的选票 讽刺的是旁边的电视机正播放着总统讲话 总统表示会让此次总选成为史上最干净最光明的 绝对不允许出现送礼送现金等现象 海雄还出钱送那些村长组长之类的小领导去外地旅 吃喝玩乐的费用他全包 当然回来的时候记得发动关系 叫身边的人都投海雄一票 这一波操作下来海雄的支持率一路飙升 达到了惊人的67% 不出意外的话他这次必定当选 而老全扶持的蒲永直就惨了 在街边跪地磕头都没人扭他 气得他专门找人去给海雄的照片喷油漆 结果偷鸡不成18米 被道哥带人团团围住一顿暴揍 道哥捡起油漆拳喷到了蒲永直的照片上 在海雄春风得意时 背后的大佬终于坐不住 老全一出手就是王诈 用对方家人的生命威逼利诱 让一个负责统计选票的资料员直接窜打后台 另一边又安排人销毁了支持全海雄的选票 同时伪造一批支持蒲永直的选票放入代替 资料员知道肯定会被杀人灭口 改完数据就直接偷渡出国逃命 结果老全早就猜到了他会逃跑 提前买通了船夫 资料员吃了一个闷棍后被丢进大海 天亮后最终竞选结果公布 朴永直以微弱的优势赢下选举 海雄一脸震惊 手底下的人安慰他别灰心 大不了四年后再来 这帮领工资的无所谓 但高利贷这边可不能忍 投资了这么多钱就这样打水漂 此时老全终于查到海雄的资金来源 老同学的各种把柄也落到了老全手 他威胁老同学修改了 规划城市开发的计划书 导致海雄提前购买的地皮 全部一文不值 开发商第一感觉就是自己被高利贷骗了 他先是找到海雄威胁赔钱 如果明天中午前还不到账 他就去检察院举报海雄的罪行 然后又花钱雇了一批黑社会的人去杀道哥 不过敢做高利贷的黑社会 自然不是普通的黑社会 这批员刚冲进道哥的地盘就遭到拦截 里边隐藏的打手远超他们的数量 夜里道哥把海雄和他老同学都绑了过来 要他们当面对峙究竟是谁在骗自己 今晚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在道哥的逼迫下 海雄为了自证清白抡起椅子 把老同学一顿暴揍 最后表示自己会对此事负责 但接下来你们必须听我的安排 第二天中午开发商没有收到钱 去找检察官举报海雄诈骗 利用假信息骗了他50亿拿去参加竞选 这把检察官都整不会了 提供非法选举资金也算贿赂罪 你这算不算是自首啊 然而开发商觉得是被骗财给的钱 自己应该算受害者才对 此时海雄已经知道自己被举报 但他一点都不慌 找到了担任检察长的老朋友 毕竟在政坛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多多少少还是结交了一些人 海雄和检察长带着检察官去了一家私人会所 说白了就是专门用来贿赂的地方 除了提供特殊服务之外还有下注赌码 技师会提前告诉你开奖的号码 意思就是多少钱能赌住你的嘴 那你就下注赢走多少钱 这招掩耳盗铃对他们还挺管用 明面上不敢收的钱在这里却敢拿走 检察官收了钱自然是帮着海雄 他对开发商说情况我们已经了解 你可以先回去等通知了 等通知是什么情况大家应该都懂吧 就是除非奇迹出现 不然都不会再有效文 举报不成开发商打算换个方式 打电话给媒体曝光 然而电话刚接通就突然撞上一辆面包车 几十个大汉从面包车里出来 原来是道哥带着手下来报仇 先是暴揍了一顿 然后就是强行灌酒 最后连人带车一起推下悬崖 伪造成醉酒失事 另一边海雄也没闲着 他把釜山开发计划 被强行修改的事情告诉记者 这名记者也是不怕事的主 满腔的热血向往着正义 记者偷偷跳过了站长 让这则消息登上了第二天的头版头条 最终事情闹得太大 导致开发计划被叫庭接受调查 在老全暴跳如雷 逼着老同学尽快搞定恢复开发的时候 海雄和道哥突然出现 老全终于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 而海雄搞这些的目的则是向老全证明自己并不好惹 以前辛辛苦苦地帮你擦屁股 如今想一脚把我踢开 不给点好处非怎么行 海雄提出要开发计划10%的股份 不然就把资料卖给其他党派 让你们党派之间狗咬狗 但没想到老全不同意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海雄真敢这么做的话 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交易谈崩两人彻底决裂 接下来的较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这种情况下高利贷这边只能继续站队海雄 两人在海边一轮肺腑之言 不知不觉中他们有了一丝手足情谊 最终决定联手挑战这个釜山的地下大佬 道哥的资料很快就被老全挖出 原本是韩国最大的高利贷组织 他们老大在上一轮的严打中进去了 然后道哥趁乱做上了第一把交易 虽然规模大不如前 但实力也不容小觑 继续调查后 海雄和开发商合作到决裂等事宜均被发现 原本老全想让检察长利用这事添油加醋去抓海雄 结果看到检察长面露南色 老全一下就猜到他已经收了海雄的钱 不过这也难不倒老全 毕竟开发商酒驾坠牙身亡这件事太多的破绽 第二天海雄因涉嫌满胸杀人被请去审问 怀疑他雇佣高利贷为首的道哥去谋杀开发商 审问过程十分激烈 海雄一激动说高利贷和开发商关系不合 说不定是他们为了钱发生矛盾最后失手杀人 但这是跟我有毛关系啊 最终因证据不足海雄被无罪是否 老全私下找到道哥 并播放了审问海雄的录音 放完录音老全就开始添油加醋 奉劝道哥跟这种人讲道义不值得 跟我合作保证让你赚到更多的钱 就这样道哥成了老全的人 海雄根本没有想过道哥会被策反 他接到记者打来的电话 说是有神秘人来电要报老全的黑料 而这个神秘人竟是修改了选举统计数据的资料员 他被丢进大海弹侥幸没死 偷偷回家后发现老婆和孩子都没了 他知道一定是老全杀人灭口 所以他要曝光老全的罪行来为妻儿报仇 有了这么一张王牌 海雄变得底气十足 再次找到老全直接摊牌 我王炸你随意 这下老全只能先认熊 答应给海雄开发计划10%的股份 但海雄已经不满足 斗地主出王炸可都是翻倍的 他还要坐上国会议员的位置 这次海雄终于如愿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但是在他脸上却没有喜悦 反而透着一股阴沉 第二天海雄带着资料员出发去参加新闻发布会 记者已经安排好一切 就等着曝光这起史诗集黑幕 不过海雄的车队并没有赶往现场 而是来到了一处海岸线 资料员被强行拉下车 带到一旁等候的渔船 然后塞进铁桶开始灌水泥 超级至尊豪华版水泥风心 灌满水泥丢进大海凉道不能再 另一边的记者发布会现场 海雄迟迟未到但他的老同学来了 老同学上台自曝修改釜山拍发规划的人数 但都是被黑社会施暴威胁的 台下的记者预感不对 急忙去找电话联系海雄 但怎么都联系不上 因为此时海雄已经被道哥手下给绑了 随后在记者身后出现了一群神秘人 记者被悄无声息地带走 道哥撕下海雄的风口让他留个遗言 道哥以为海雄准备打感情牌 他不想再听废话 吩咐手下对海雄动手 就在道哥感慨一切终于结束的时候 身后突然一棍子把他放倒 本片最大反转在此刻上演 画面再次回到昨晚海雄和老拳摊牌的时候 在海雄亮出底牌提出要求后 老拳也开始摊牌 道哥已经招供是你策划谋杀的开发商 高丽带这边已经是我的人 现在算是平局了 你不会想跟我同归于尽吧 然而海雄沉默不后却突然说到 现在这种局面应该叫双赢才对 老拳听到双赢后笑了起来 因为他明白其中的意思 还夸赞海雄终于学会了成长 想在韩国政坛混下去就要不择手段 最后两人达成共识 灭掉资料员和高丽带道哥一同销毁证据 其实之前海雄就给了道哥选择的机会 可能这也算海雄给自己最后回头的机会 但这一切都已成定局 九个月后老拳和海雄成了同一战线 他们今天来到首尔和韩国顶级采发政客会面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就是韩国往后的领导人 其实揭露丑闻的电影韩国已经拍了很多很多 但是这效果吧 大家都懂的 主打就是一个 虚心认错坚决不改